我们现在分享一下胎拳里步伐里面的进退规律 进退呢在套路当中运动过程当中运用的是比较多的 比如说白鹅亮翅的退步连续向后退步 奥步的连续向前进步 卷红啊这都是进退之间的步伐 无论是向前和向后在胎拳运动过程当中 都是啊不允许出现直接跨步的动作 这叫跨步 无论是向前向后一定是收腿在支撑腿的附近旁边 然后在斜角上步他走了一个只字形 无论是向前向后这个运动是一致的 另外呢不服的远近 这个自己可以来控制啊 这个全架高低是我们的步伐远近来控制的啊 你步的越大全架越低 步的越窄呢全架越高 这个呢不影响我们动作做的是否是正确与否 主要决定你动作正确的是在于左右的宽度 我们这一迈步是斜角上步 前后步伐啊那看你用什么样高的全架来练习 但是左右的宽度是一致的 就这个斜角上步和退步我们要求基本是三十度左右 往前走三十度往后退呢也是三十度 无论是傲步向前卷红向后还是这个白额亮翅或者是野马分钟 都类似于这个宽度那这个三十度怎么找呢 哎把前脚直线收回来左右大约肩宽就可以了啊 所以说知道了这个两个规律之后 我们基本上也了解了往前走往后退的一个基本规律了 那往前走那是先收斜角上步 那往后退呢自然是收到直升队斜角后退 绝对不能出现跨步 角度呢就是三十度啊 三十度呢横向肩宽左右就可以了 另外呢往前走往后退还有一个要求 不能走跳坑步 什么是跳坑步呢 一落步重心直接压在这条腿上啊 侧面看一下 这个叫跳坑步啊 我们一定是往前走像如履薄冰一样 很薄的冰怕掉下去都是先落一个点 再逐渐一点点踏实 往后退呢 有个形容词叫如临深渊啊 就像下梯子一样 撤步之后脚尖先落 慢慢踏实啊 有着地点了 缓缓踏实 所以说对这个清灵稳健保持平稳的状态 这种行进的方法有一个统称 称之为什么 太阳的步伐叫猫步啊 又轻又稳又灵